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出的削减项目中 包括彻底裁撤冷战期间的这些A10攻击机 根据要求 五角大楼要把每年的预算 从战争时期的将近7000亿美元削减到4960亿美元 哈格尔告诉记者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即将结束 国防部要面对现实 我们现在一定要适应创新 为了使军队保持战备状态和作战能力 保持对所有潜在敌人的军事技术领先地位 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 最明显的裁减是把现有的52万兵力减少到44万人 这将是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是提高军队的灵活性和战斗力 这就意味着进一步加强无人机和特种部队的作用 并且加强网络防御能力 应对新的挑战 不过国防问题分析人士迈克尔·奥汉龙认为 这种改变和以往没有太大区别 政府对无人飞机网络特种部队空军和海军技术的重视略有提高 可是美国承担着广泛的安全责任 因此这些调整幅度不可以太大 只要朝鲜的威胁还在 只要我们的军队还继续留在阿富汗 只要还在出现新的隐患 我认为这些调整幅度是有限的 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要削减11艘航空母舰 在中国继续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力 向内里派遣第一艘航空母舰之际 华盛顿无法减少航母 不过哈格尔说美国的作战方式会不同以往 时代不同了 这是13年来我们第一次要向国会递交非战时预算 哈格尔的下一关将是国会 只有国会批准裁军预算才能生效 美国之音雷露斯华盛顿报道